请问大写的台 这边是用大写的台对不对 对大写的台 美国人看得懂这个字吗 就是地图是我们用美国人的地图 那他把那个 他把台北市的台 台中市的台 他是用小写还是大写 小写对吧 一定是这样子 所以在这个地方等一下 有些人画的图会发现奇怪了 为什么台中台南台北不见了 还有一个台东线 好不过等一下会出来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 因为后来都慢慢做一些改善了 但是你这边你要稍微知道 如果万一真的发生这件事 记得取代 取代 就是把大写的台改成什么 小写的台 好 我们现在就要来画图了 首先请你点回来 请你点回来到这一个报告 然后接下来呢 因为是地图嘛 所以稍微我们把这个地方缩小 缩小 地图画在这边 所以空白地方点一下 然后视觉效果 空白地方点一下 然后视觉效果 视觉效果麻烦请点这边 有一个叫做地图 我们用这个好不好 用左边这个好了 第四列的第一个地图 好点下去 接下来你要用县市名称2 县市名称2打勾 勾选它 它就会自动放在位置 台湾地图出来了 因为我们现在是用资讯市 早上提供给我们的网路 所以应该还蛮快的 你要知道 这件事情在没有网路底下 是不能做的 这件事 其他都可以 所以我们会稍微就是用 用一下这个网路 好 请问一下你觉得这个内容大不大 就是 就是 我会希望这些点 它会随着那个 就是 14日再住院的平均率 控制它的大小 好